第六集 我們是TV27季第六集 今天都差不多時間 又不是零石座 但是今晚有很多東西看 看見我通常都沒有那麼刺激 但是今晚我保證有很多刺激 除了我們有禮物 上次講古話仔那些 今晚會講我玩遊戲的題目公佈 另外就會有一個德哥 是他一生人的5 Code 5的收藏品 會見到 是甚麼呢?大家猜一下 哪個牌子受到這麼高度的評價 是否做妹呢?就不知道 另外第二個就是 今晚可能有兩隻千隻鏈 加就準備好了 很快手地講兩隻很精美的千隻鏈 還有Visio的好東西 新產品DLX Roberto的一隻 宇宙騎士 舊版 舊版 他才是宇宙騎士 歡樂小姐工作我一向都挺勝任的 還有呢 有兩些 有其他 有梁朝衛 沒有啊 Walker不來 我沒有拿 Walker不來沒有拿 港男 港女都要找Walker的 好 不要緊 好 先來一個小甜品前菜 一個 老生常談DID 二戰得君 一個1比6的配件 這個配件其實是 泵著他的龍尾爾一起出的 大家都知道 三學之狐 就說龍尾爾在非洲 和 應該是 蒙哥馬里 我忘記了 和文君雀令 展開一場 貓捉老鼠遊戲 據聞 巴頓很開心 去到非洲市場 和他想 一較高下 打倒龍尾爾為一個目標 但這個小插曲是怎樣 巴頓去 贏了龍尾爾的部隊 但後來當巴頓知道 原來龍尾爾當時離開了非洲 他就很不開心 我們這樣小插曲 好了 說回這個 望遠鏡 這個望遠鏡 是當時德軍最常用的 一個 叫做 軟觀偵察的儀器 就是和拿你命三千一樣 一樣的 一樣的 這個三腳架 可能要 瞄一瞄 麻煩一下 叫Ricky哥哥 這個 整個 望遠鏡 如果我看到的 一部都是金屬製的 當然 大部份是金屬製的 但是 大家知道為什麼有金屬製呢 因為 一些 當時精密的儀器 如果不用金屬製 其實就會有一個不穩定性 他們就會放棄用木材 或者其他材料做的 這個 如果等身高差不多12寸 就是 當時 德軍很常用的 一個 遠程望遠鏡的 熱器 我不知道 是否可以 zoom到 要問一下 是否可以 zoom到的 這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是CID 近期獨立出的 不是跟龍尾爾的公仔一起出的 為什麼呢 好處就是 大家在一個低的預算之下 買到一些 自己想要的東西 如果你買龍尾爾 可以不要這支 三腳架的 望遠鏡 但是你也可以 分開買 連買也沒問題 這個三腳架 完全是workable 就是workable 剛才看到這裡 為什麼這個會退出呢 就是那顆螺絲還沒有鎖 我先收緊 鎖緊了 鎖緊了 它就不退出 如果鬆開 我們就可以把腳架再增高一點 嘩 聽起來的燈燈聲 是不是整個都是金屬 沒錯 是金屬的 沒錯 由於掉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罩 應該是望鏡罩 也是燈燈聲 幸好我真的有毒 二線德軍的東西 不是毒 就是玩 這個罩是放在前面 對 如果我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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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可以這樣用到 對 另外我這邊 到鏡頭 掛著了 對 掛著了 有點失勻 因為這個 開鏡開波 突然間是比較突然的問題 好了 希望我沒有錯 整個都是workable 不是我 是我的問題 不是產品問題 是我沒有扭上過螺絲 好了 讀理科的同學 就看到這個 三角尖竿 是很尖 還有可以做到一個 不同的地形的設定 都可以使用到的 一個水平望遠鏡 好了 這裡介紹到這麼多 再浪費大家時間 待會見 有很多好東西來 在這之前 有很多 有很多 那是 這次 是 那是 那是